字幕提供 我接着就到第二个对彭钊的问题 那 这是彭钊来主答的 彭钊您最近在《物女心经》的文章呢 提到一个叫做降维打击 这么一个好像是武侠小说里面提出来的这个名称 降为打击 这是一个很突破的概念 那我研究过 您的有一篇文章写这个 那了解到这个是指的什么意思呢 是指企业面对当今物流网生态系一种可能突破的心法 这不是很明白的 是一个心法 这个心法意思就是说 企业必须先要胸怀大志 以造福整个生态系为初心 先要升到这样的境界 然后才能够降为达到这个自身营运的落地落实 这是我的理解 那我们研华其实也能体会也有这样的胸怀 这是这样的想法 那这样才能够成就大事 那身为企业呢 我们一方面需要体认降维攻击的争议 当然也希望能够拥有降维攻击的能力 那我的问题是 哪些维度是被大多数工业物流网企业所忽视的 另外呢 如何用降维攻击的亡道之事来造成突破 请封道回答 好 谢谢柯震 我很同意刚才那个安博士的这个说法 就是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 就能看到多远的这个未来 实际上我刚才的这个介绍里面呢 也是在强调说 智联网时代呢 它是一个从点到线到面的一个 立体的一个思维模式 所以说如果是想形成这样的一个 降维打击呢 首先要看到整个的一个思维的地图 包括整个一个多个维度 每个维度是什么样子的 那可能我们大家目前讨论的比较多的是 这个数字化转型或者技术这个维度 那可能大家有一些思维盲点的是 这个组织或者商业模式的这个维度 所以我们可以其实从这个历史上来思考 其实我们之前说什么是团队 那现在这个团队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变化 到底什么是团队 是不是您公司里边 坐在一起办公的这个同事是一个团队呢 或者说我们今天来参加这么一个对话 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们是不是一个团队呢 这个不一定 团队并不是你非得是在一个物理空间 然后一块来共事 在一个办公室里面工作 团队是说一群人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 共同的价值观 朝这个共同的目的来前进 所以你看到就是现在在各种这样的 开源的社区非常的活跃 那实际上那个团队是更加紧密 联合的一个团队 那我们如果想推进这个工业物量的落地 我们团队之间的这个价值观 我们的理念一定要趋同 这个才是一个团队的合作的方式 包括我们的这个商业模式 其实也是很多时候在需要再进一步梳理的 我们之前很多公司在想说 到底什么是工业物联网的杀手机的SaaS应用 或者什么是杀手机的应用 之前很多人看好的是这个预测性维护 但是后来有一些分析 就是追踪了一些预测性维护 相关的初创企业有的做得很好 但是有的为什么做得现在还不太成功呢 就是它的商业模式的这个界定的这个场景 如果从财务的维度上来测算 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场景 就是我的财务的这个测算的这个入口和出口是什么 然后你的这个投资回报是怎么来测算 这个很难界定 那有人是说是到底是这个智能化的产品 带来了效率提升 还是我这个人 我今年努力工作了 我少出差了 我省成本了 我带来这个这个这个效率的这个提升 那这个很难测算 只有你找到的是一个很容易 是一个不怕这个场景小 但是这个场景它容易测算 测算周期短容易复制 这样的场景其实是更适合作为这个杀手型应用的这么一个场景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想这个 测用这个词就是如果是降维打击的话 我觉得每个企业都是有降维打击的这个潜力的 只不过是需要梳理这个 每一个场景 你的这个边界在哪 你的模式是什么 你的分工界限是什么 哪些事情你不做 哪些事情你一定要玩命的做 别的人肯定是占据不了你自己的一个主航道 这样的一个赛道 所以把这些东西梳理清楚 那我这边借用一个图就是 所有企业它的这个工业数字化的这个推进的这个路径呢 大致上可以梳理成四步 一个是建造数字轮升 一个是增强 谢谢 增强产品功能 然后改善服务模式 以及最后能够变成一个工业物量网的这个平台 那只有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 一个一个一个步骤 来推进这个工业物量网 不怕速度慢 只要是你这个场景可复制性强 那你其实就是最有生命力的一个应用场景 那比如说数字轮升 举个例子 就是很多公司 它实际上有大部分的这个内部的数据 但这个数据 怎么能够用数据和别的公司来对话 如果这个数据和你自己公司内部偶合过紧的话 那这个数据坦白说 在这个行业之间很难复制 很难实现价值 那只有按照这样的一个步骤 来梳理自己这个端到端的解决方案 才能够说真的形成一个 中间复制或者我们说降维打击的这样一个能力 包括这边我也借用一个 就是这个是一个现成的一个方法论 它实际上DTPC 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 这个有一些相关的介绍的文档 就是你怎么从一个细分的一个场景 能够落地最后变成一个示范 然后变成一个可规模化复制的 这样的一个迭代的这么一个闭环 那很多公司看到了物联网的这个碎片化 用这样的一个方法论来拆分这个场景 然后来不断的持续的细化这个分工 变成一个可对来复能的这么一个应用 所以这个是我大概针对这个这个问题的一个拆解和回答 所以我们现在虽然还看不到太多的这个工业SaaS 我相信一句话就是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未来的价值是数据是平台是应用 那如果相信这个未来就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不断地加强我们行业里面的分工 然后被集成以合作的这个心态来彼此协同合作 那一定会形成这种降维打击的这样一个态势 谢谢 那这一题我们想请安博士再给予一些补充意见 我想从两个角度 第一个刚才彭昭起到了组织 从工业互联网工业物联网的角度来说 它未来是构建一个生态 生态最关键的一个核心词叫做涌现 会有无数个组织 你能想到和想不到的组织去涌现出来 如果你看一个组织 它是不是很活跃 你去观察这个组织内部 是不是能够不断地长出新的组织 很多互联网企业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架构 一种文化 一种理念 一种制度 来去保证它的组织不断涌现出来 前两天我跟清华金管学院的一个组织学的教授 跟它交流 我说你在研究组织变革 你可以看一个组织内部的组织的墙 组织的边界是不是是一个堡垒 还说组织可以跨组织的快速地去协同 你可以用丁丁的软件 这个工具 可以对一个企业 企业内部可以给你开放一些组织 你可以去研究 因为每天一个人在他的钉丁中间 都会被纳扰到各种组织中间 他自己也会组建一个组织 一个组织它是一个工作场景 所以他不会去聊天 他一定是完成了某一个任务 他设定的一个组织 那我们可以去看 一个人的时间 多少是被分配到多个群里边的 在每一个群里边 你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 比如说举个例子 如果说你是这个群里边的一个领导者 当你给出了一个指令的时候 后面就很多人跟着你 当你是被别人领导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发完一个言的话 没人理你 那你基于这样的一些洞察 你可以看 我是一个小组织里边 那在过去的半年时间 我大部分时间 是在跟我组织外部的人去协同 还是跟组织内部的人去协同 那这个可以观察出一个组织 它内部的这个边界 这个墙呢 是不是足够的墙 这背后是什么呢 是在互联网企业 很多互联网企业中间 它有一种机制 叫你要成为一个leader 而不是一个manager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组织的发起者 什么是组织的发起者呢 你要自己设定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呢 是很多人的一个目标 有了这个目标之后呢 你自己需要去组织 各种各样的资源 你是自己需要呢 带领大家围绕这个目标 去完成这个任务 去协同 这种组织呢 不是说一种命令式的说 你的部门经理要求你这么做 是你自发的 所以在一个生态气息内部 也是一样的 能不能有这样的机制 使得生态气息内 不断长出各种各样的组织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面对不确定性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组织呢 因为你面对的客户的需求 市场的需求的变化 是非常复杂的 快速的 你如何来应对这样的一个变化 就是需要用这样的组织呢 去保证 这是一个观点 第二个 这个维度呢 我觉得有我们 我们这个朱总 朱多贤朱总 这个写了本书 叫三起智能 我们看到的物理世界 我们的思维的世界 和一个数字世界 今天的降维呢 是你在多大程度上 能够在赛博空间 构造一个新的能力 新的维度 然后去打击你的现象 赛博空间 如果说它最大的一个价值之一 用一句话来概括 叫做通向零成本试错之路 我们过去有个概念 叫做零库存 但零库存永远不可能实现 那零成本试错也不可能 但是它是一个思考问题的角度 今天我们所有的 做做孪生商业 研发生产物流配送 都可以在虚拟的空间里面 去仿真去模拟去优化 然后再反馈到 这是一个维度 在这样的一个维度里面 你做的越好 你越具备难 最线下的打击能力 这是一种空军或者是千军 这个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特别有顾名 我忍不住说一句 对我特别同意那个安劳说的 其实很多时候是一念之差 你到底是作为一个manager 你还是作为一个leader 这个在一念之间 但是决定了你做事的风格 是不一样的 你是把这个任务命令式的 分配下去 还是你以个人魅力 来调动一个团队合作 你是被动的接受 这个生活的现状 你还是在主动的引领 你周围的这个环境 你到底把这个工业物联网 看成一个工具 还是看成你企业里面的 一个器官 它是一个 你的手还是你的脚 看成一个器官 这个你的看待 就直接决定了 你来怎么发展 或者其实你的这个一念之差 就决定了很多未来的方向 我这边忍不住也加一点点 我在研华科技里面 我们一开始做这个平台的时候 我是很兴奋 以为这个东西做下去不得了了 那时候不懂 还在这个0.0的阶段 到最近也是不断的看这个彭昭 这个安波斯的这个书 体会到这个降维打击 就是说 我们不能用以前企业经营的盈利 然后drive这个profit等等 这个思维来面对这个 新的工业物理 跟数字的软身这样的概念 所以我们在公司里面现在 目前那个我们技术长的团队 就是我们这个wide spot团队 实际上是跟企业的盈利是有一点隔离的 就是我自己呢 就是让这个团队呢处在一个 目前还是 当然还没有盈利啦 处在一个一种隔离运作的状态 那我们有更多的同仁在做原来的 那是盈利的 非常盈利的 那这样的一个隔离 我认为是有必要 否则的话 以我们公司这个 大家都盈利的情况下 这样的团队就不容易孕育而成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传统的盈利的概念 召集要成增长概念 可能必须转一个形 变成一个利他的概念 先要用利他 那我们发现要跟伙伴要谈到一个共同合作也很不容易 所以完全利他观点 苦口婆勋的说 才有办法达到降维 这我一点体验 安博士因为有钥匙必须先离开 那我就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认为蛮重要 就是说您觉得物联网生态系要到哪一年 2020几年呢 你预测可以达到这个4.0 刚才4.0就是所谓的那个 大概哪一年 然后呢 那个时候呢 景象你能不能描述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困难很多 成功或景象你能描述大家 就士气大振 最后安博士给我回答一下 那我们再请安博士 这个最后 我觉得在几年 两年前的时候 这个话题呢 曾经被讨论过 讨论过呢 是说有一个判断叫做 它叫工业互联网 工业互联网的一个窗口 窗口期 在这个时间段内呢 大家在不断的迭代理念 技术解决方案 思路商业的实践 三到五年 我觉得三到五年 当时是这样的 但是这只是一个感觉啊 它没有一个科学的理论根据 我觉得这是一个判断 第一 在时间段上 第二个呢 对这样的一个生态 或者说完整的一套体系 能够形成 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呢 是刚才我提到的 能不能真正的形成一个算法 或者算法市场的崛起 我们过去呢 都是把原有的技术解决方案 自己来给自己来提供 我们真正能不能基于这个平台 吸引更多的第三方开发者 能够加入进来 它不是说自带干粮闹革命 它自己会有商业价值 它的这样的一套解决方案 能够被更多的第三方的客户所使用 所有的参与者的伙伴 无论是平台 开发者 使用者 工具的提供者 在这样的一个生态体系中间 都能够形成自己的利益的诉求 能够满足的短期或者长期的一个需要 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 能够形成的时候 可能就会标志着这个生态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形成 当然 它还不是说是零和一的关系 是一个不断引进的这样一个过程 能够大规模的开发者 大规模的应用 才标志着这样一个生态成熟的一个标志 是 好 我们感谢安博士 那我们就鼓掌 感谢安博士今天给我们这么精彩的 这个 这个开示 这一本是安博士 应该是去年吧 出的书 我觉得很值得看 我想彭招的书跟我两本都需要看 好的 所以大家觉得交流医学卫星的话 可以在这个书里面重构 数字化转型的逻辑里面找寻答案 可以尝试一下